所有的菜都是用强的 你说明天价格怎样 今天大家都卖的差不多 明天一定会更贵 双倍提升防疫三级 不只是菜摊的菜快被扫空 超市力也都挤满人潮 民众看到有菜就买 就是想在家做饭减少外出 台北农产运销平均菜价 从15号1公斤24.2元 到隔天变成1公斤33.6元 短短一天涨了38% 北部菜量需求大幅增加 各菜种的行情涨多跌少 另外云林西螺蔬果批发商 买气也有变好 买气有比较好的 本来都没能买 真的哦 对它都没有人 是跟疫情有关系吗 当然哦 家庭主户都会买回去自己煮啊 菜箱的销售量增加5成左右 甚至卖上较差的蔬菜也有民众强卖 平常找的货他们是要找A货 但是现在B货西货他们也都 都没差 对都没差了 菜上供应量跟菜价上周正常 这个星期开始部分蔬菜价格也出现明显波动 高丽菜价格它差不多上个礼拜六才是430公斤的 今天他们就说有听到说900至1000 高丽菜价格短时间内涨了约一倍 目前只有叶菜类涨幅比较不明显 国菜市场则表示疫情如果持续没好转 向外县市工艺的菜量一定会增加 价格也会涨 但还要过几天才能看出影响 短时间的菜价恐怕会呈现只涨不跌的状况 TBS新闻蔡松林 蔡影云林厂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